精英情如今也落下帷幕 这一届精英奖女神获奖者 以及最受欢迎女演员得奖者都是迪丽热巴 但是不少人对于热巴这一次荣获双奖杯的部门也是非常大 迪丽热巴出道以来的演技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无论是在《克拉恋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是演配角 一或是《漂亮的李慧珍》里的主角 都能够很强地塑造出角色的形象特点 但热巴却凭借着《漂亮的李慧珍》这部电视剧获得双奖杯 认真评价热巴的演技作品 其实前两部配角会比这一部的主演演得更好 更深得人心 在精英奖结束之后 《漂亮的李慧珍》在豆瓣的分数 突然从4.6下到如今3.6 看到这样的分数也是非常尴尬 而全程陪跑的杨子 虽然一度有望超越热巴 荣获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但是最后领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提名 但是从杨子最近几年的作品 口碑和人气无疑不超过迪丽热巴 杨子出演的欢乐送电视剧开播11度 成为最受欢迎的都市情感剧 其豆瓣评分虽然不高 但是也有7.3分的好评 足以看出观众对演员们和剧情的鼓励 而杨子最近很红的香蜜 沉沉浸如霜 在豆瓣的成绩17.7 是漂亮的李慧珍的两倍不值 而在网络上开播了半个月却突然下架 即将重新上新的天机之白蛇传说 也有热点一分 无论杨子哪一部作品 都愿超迪丽热巴 但杨子还是没能过脚 所以观众都是相当心疼杨子 而杨子还非常暖心的鼓励粉丝 下一届争取拿脚 在演技上面 迪丽热巴虽然也非常优秀 但是两人真要比较 或许更多人都会支持杨子 但是最终结果确实迪丽热巴拿奖 这样的结果难免不让人想到获奖者最后是不是又被内定 最后也只能希望杨子接下来能够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当然希望迪丽热巴也能出更多的好剧 这样才更值得这两个奖杯 你们喜欢迪丽热巴还是更喜欢杨子呢